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有一些共通性啊 我觉得一个是他们都特别富有想象力 另外就是说他们的主题其实跟时间都有关 是的 先说哪本 不期不怪小镇 好吧 不期不怪小镇呢 这个小镇呢就像有魔法一样 是的 比方说这个小镇里面 它的日子有删除日 就是在这一天呢 你可以把所有的你不喜欢的东西删除掉 还有恢复日 你删除掉的东西 过了这一天之后 它又回来了 然后呢有忘记日 有认错人日 其实这样的日子就是我们每个人希望生活的日子 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希望占除的东西 都有希望恢复的东西 其实我在读这本书之后 也看到了一个词 就叫治愈 你比如说像认错人日里面 它讲那个阿纯婆婆 她就认错了猫 认错了人 然后勾起了她的一段回忆 她这段回忆是回忆起她年轻的时候 她的爱人给她买冰激凌的细节 她写道 骑了很远的路 给我买了冰激凌 她怕太阳 把冰激凌晒化了 就学着街头推着小车卖冰激凌的人的样子 裹了一身毛毯 把冰激凌捂在了心口 结果不仅冰激凌融化了 她也中暑了 即使发着高烧躺在床上 她还念叨着要给我买冰激凌呢 是的 这样的一些故事呢 很生活 然后同时呢 又能够打动我们内心之中最柔软的那些地方 所以这样的一个不齐不乖小镇 你去感受更多的日子 这个时候 你首先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梦想 然后让她在这一天之中发芽 绽放 等你回到现实之中的时候 其实你就已经获得过一次力量 这个时候其实就意味着孩子 她在这个过程之中啊 就有了一定的成长 就像你刚才说的 这样的想象 这样的经历 在书中经过了 她就不是白经过的 是的 她已经沉淀在你的心里面 她有了力量 是的 要分享的第二本书 叫《时间熊镜子虎和看不见的小猫》 其实你说她是给孩子的吗 哎 我觉得成人一样的呀 她其实也非常非常适合成人来读 对对对 这本书的作者呢 是北京大学西浦语系的老师范燁 她的会者就是顾湘 也是一位很有名的青年作家 同时也是一位画家 这本书啊 它实际上是写了 它自己想象中的这么几十种动物 你比方说时间熊 现实生活是不存在的 对 她还用一种一本正经的方式 用这个科普的编撰的这种方式 编撰动物手册 还给她写上了拉丁文明 对对对 这人的脑洞怎么可以这么大 而且她配上了非常软萌的那种绘画 你就是读了以后觉得很温馨 很温暖 很治愈 我们可以举例子给大家看一看啊 你比如说什么是板灯虎呢 说从前呢 世界上没有板灯 只有板灯虎 板灯虎是想当板灯的虎 它的花纹明亮坚硬 当有人把它当作板灯坐上去的时候 板灯虎就忘记了自己 并且感到幸福 板灯虎有极大的耐心 耐心失去的时候 才把坐在上面的人吃掉 板灯虎自己也会因羞愧而死 所以她这种想象力呢 又是结合着生活在一起的 对大人来说她很治愈 她能够让大人从这个日常的 甚至是庸俗的 甚至是痛苦的这样的一些生活之中 短暂地离开 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呢 她又是打开了和现实相关的另一扇窗户 或者就像是一个镜子 她从镜子里面能够看见一个 和现实相关的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特别治愈大人 你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小例子 就是她讲到这个孩子 黄和和的病越来越重 她的心理活动是这样的 她说清晨我又早早醒来了 然后我闻到空气里 弥漫着一股不一样的味道 甜甜的夹杂着淡淡的香味 就像刚出炉的爆米花 我知道我的灵魂就要成熟了 而且它是独一无二的爆米花味 我希望死神她老人家 也喜欢这个味道 这样她收割我灵魂的时候 就会温柔一些 读到这种文字的时候 你真的是就是有一种 含泪的那种微笑 对 看到最后就忍不住的落泪 对 因为她会用童真的方式 来描述这一切 可是童真的方式 其实又让人对于这个死亡 感觉着特别的明显 所以我觉得 用心理的描写方式 来切入这样的一个故事 是非常非常难的 可是我们的作家 非常好地做到了一点 而且又是一位原创的作家 真的让我们觉得特别骄傲 这个我的我的 就是能够像您所说的 春天的力量 就能够带给大家 尽管它讲述的是一个 失去的时间的故事 但是它给人的更多的是 乐观 温暖和治愈 知道 好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今天分享的三本书 一本是不骑不怪小镇 还有一本是 时间熊 镜子虎 和看不见的小猫 一本是我的我的 好的 感谢分享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 继续来读那些 央视读书精选榜单上的好书 明天见